给大家看一下我最新年把那共享座椅 我可以把它放在人多地方 比较地铁口中交 这什么个设计啊 你投两个硬币就可以让它停下 娃娃车是吧 好好好 就这么设计是吧 你真能设计啊 你真会设计啊 高宁狂喜 好变态的椅子啊 这些产品的设计师 你就是个 咱们冷静一点好吧 欢迎来到阿白今天的反人类设计 这期视频逆之余让大家看看 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奇葩设计 OK那大家给阿白点个大拇指点个关注 第一个设计就这么劲爆吗 我可以说这个有点吓人吗 什么设计鬼才才能设计出这样的东西啊 21世纪新型的这个新型台是吧 路易十六狂喜 这骑个电动车过去 那不就是那个手起刀落 这个头就飞了吗 建议呢 让设计师自己去骑个电动车去感受一下 好 浴缸是透明的 这也太色情了吧 这底下的人能看到吗 这个 情侣主题 户型特色 鬼鬼 真有情趣啊 家人们啊 真有情趣啊 我是真没想到还能这么设计的啊 把这个浴缸设计的透明 人家可以在底下看 哎呀 设设计师你还挺聪明的 今天晚上给你夹鸡腿好吧 这个水龙头的形状怎么跟个技 这位更是重量级 首先就是这个洗手吃 它为什么没有边啊 它那个水不会哗啦啦的掉下来吗 很难想象这是人类可以设计出来的 你你挡了个寂寞啊 你这个我怀疑它这个设计理念啊 是把人上半车的人给挡住 把年给挡住就完事了 你得搞这种抑郁风情是吧 给大家看一下我最新年 把它共享座椅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人多的地方 比较地铁口空交 这什么个设计啊 你投两个硬币就可以让它停下来 响 娃娃车是吧 好好好 就这么设计是吧 你真能设计啊 你真会设计啊 这是干什么 坐上去享受是吧 觉得这个椅子 它可能某些群体 它会狂洗 造灵狂洗 好变态的椅子啊 觉得这位兄弟 你去设计一些情趣玩具吧 给你设计座椅 真的是屈才了 再看视频的各位 谁想试试啊 谁想试一试 好家伙 你这是卡bug了是吧 你这个马桶是不是玉璧设计的 我靠这是穿模了 我真的第一眼看到好像穿模啊 你这个也 为大聪明想出来的这个方法 挺聪明的好吧 我觉得做这件事的人 应该也挺可爱的 之前就有这种症状 还是 我怎么感觉这个插孔 就像那个很惊讶的 一个小人的表情一样 为什么会是歪的呀 这又是为什么 它这个东西 老是这么像穿模一样 这什么东西 这是能存在在人类世上的 这个井盖 它是画上去的吧 太抽象了 这个井盖好吧 你就这么设计好吧 这个房子 这是动漫里面 才能出现的这个场景吧 你这个房子我觉得大家现实中经常遇到 经常遇到很难受 为什么就插不进去 我就有点没看懂这个房子是怎么设计的 为什么要在门口放一个楼梯 设计师你也太过分了吧 你这是在歧视残疾人是吧 你真不给残障人士台阶下 我坐个轮椅我怎么上这个台阶 兄弟 这个楼梯有点太陡峭了吧 每次上去都是要爬着才能上去 惊心动魄 像这种楼梯 你给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爬 OK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这个高血压 反人类设计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大家在生活中 不要碰到这种设计 好吧 真的很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